我給大家表演一個中國絕活 我最棒 你們誰也不行 看我的 我姓肖 我叫肖建國 是老北京人 在88年祖國開放 作為第一批的留學生 以留學生的身份 到澳洲了 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就是34歲了 我的愛好就是藝術 藝術它給我自己帶來了自信和快樂 也給別人帶來快樂 所以我就是直到現在 我都在不斷地努力學習 充實自己的生活 和這個也是讓自己這個生命 能夠減少這個衰退 因為我的家呢 住在這個 離這個老秦橋不遠的地方 是吧 所以 就是說 還有學鄰居呢 他也是那些老藝人呢 也是住在這個這裡 所以就是 經常去這個 他們家啊 是串門啊 是討教啊 還是去偷學吧 有那麼一句話嘛 教會徒弟 餓死師父嘛 所以一般的人不會傳 主要是就是你呢 要自己用心去體會 去看 去揣摩 吞鐵球 吞寶劍 大刀 在肚子上把筷子切斷 當時那時候小嘛 是吧 而且 確實是 感覺這個藝術挺神奇的 然後呢 我才用一眼 讓它往下走 聽 然後再往上走 走到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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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在頂的一點兒 停住 我一看到神奇的表演了 哎呀 我就要 他是怎麼搞的 他為什麼這樣 不可能的 不可能 那個違反這個 人的認知的 所以我就要去琢磨 但琢磨完了以後吧 我呢 我在他背上 我知道了 我忽然有一天 我恍然大悟 你知道我就 我就會了 因為藝術它就是發展的 你這個老藝人 你比如說 你只是坐在那 但是我可能 我能站在上面 哎 這就是一個發展 你給提升了 或者你在加上不同的音樂 你在經不同的感染力 因為我經常演那個 吞火吐火嘛 這個火把呢 經常練的多了 表演多了 就把我的牙齒呢 有一個神經燒燒了 就有一個牙齒發黃了 所以我就不演那個火了 我覺得我還是會這樣 但是不見得以它為專業 還是不願意 不覺得 因為這個專業 這個 作為一種藝術追求 人必須要鍛鍊 鍛鍊就能減緩衰老 能長壽